大家好,我是一人,是一名多伦多的房地产经纪 最近我帮客人出租一个公寓 大家都知道现在公寓的租房市场不是很好 但这个公寓它不是在市中心 而且位置和景观都不错 虽然有租客看房价24小时通知 但是陆陆续续也一直有人看 没过几天我收到一个经纪的邮件 他问我这个房子是有租客的还是空着的 我想我在listing上面写得很清楚 租客是10月底搬走 你为什么还要特地发个邮件来问这个 又过了几天我收到了这个经纪给我发的租房 offer文件准备的很全 驾照、工资单、工作信、信用报告都有 一开始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我印象中这个经纪没有去约了看房子 然后我查了一下记录果然没有 我问他你为什么没有去看房就下offer了 他跟我说他的客人很熟悉 这个大楼不用看 这个时候我已经有点警觉了 因为现在不是租房的旺季 不存在你房子刚挂上去 来不及看就被人家租掉了 所以你不看房直接下offer 而且我觉得实地去看一下房子状态 这是正常靠谱租客都会去做的 我先看了一下他发给我的信用报告 信用分数有742分 报告上的地址工作单位和他价格上的地址也都对得起来 信用记录上也没什么晚付款的记录 因为我知道现在信用报告很容易作假 所以这个也只是做一个参考 然后看到工作信的时候 我就感觉有点不大对了 首先是我在网上找不到任何有关于这个租客 包括给他写工作信的主管的任何信息 没有LinkedIn没有Facebook 这个公司看名字是个运输公司 但是他的办公地点又选在了Bay Street 我查了一下这个地址 这是RDC的一个大楼 这个11楼 发现这里是提供给别人注册虚拟办公室的地址 这个就有点不对劲了 另外就是电话号码 很少有公司会用437开拓的电话 一般多人多室内的电话都是用416开拓的 我上网查了一个公司 确实还有一个网站 但是这个网站吧 你一看他就是买了个模板现成做的 所有的图片看了就是网上那些图库里面扒来的 并不是公司实地拍的图片 关于公司简介这一块也是模板 我随便复制一段 网上一搜一大堆网站跟这个一模一样 网站最下面的日期写的是2004年 但前面说的437这个区号 是多人多2013年才开始用的 我查了一下这个网站的历史 发现这个网站建立了不到三个月 很明显这就是为了这个租房 特地去搞的这种一个网站 到这里我基本上判断这个公司是个假公司 有了这些判断以后 我再去看了一下这个工作信编辑日期 发现这个PDF文档编辑的时间 是礼拜六的早上并不是工作时间 我估计他们就是这样周末早上起来 随便做了一份 这个并不是我第一次收到假的租房材料了 这是我在另外两套完全不同地点的房子 收到的信用报告 但是仔细看的话 它除了名字和地址不一样 所有其他信息都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信用报告的reference number 信用报告提供的细节 所有的东西完全是一样的 这个是另外三个公寓收到的工作信 除了租客的名字不一样 剩下工作信上面的头衔 主管的签字 所有的东西完全是一样的 这个工作信做的更真一些 至少是个416开头的电话 公司地址也是在BaseG上面 你一查的话 你会发现这也是一个共享办公室的空间 我想这些假工作信喜欢用Base Street 一个是因为Base Street上面办公的比较多 另外一个就是它不像 比如说你是一个在郊区的公司 如果是平层的话 你可能通过谷歌的街景 就会看到公司的logo 如果是假公司的根本就不存在 把它的办公地址写在写字楼里面 就比较难发现 现在这些材料做的是越来越真 从工资单到工作信 基本上全套都有 它提供的公司电话 你打过去也都是专门有人接的 我估计是有人专门可能做这个生意 帮他们做包装 所以在收到租约以后 不要相信租客跟你说什么 要自己去做多一切的调查 比如用自己查到的电话 而不是他提供的电话来确定工作的信息 然后打电话查的时候 也可以在下班晚一些的时候试试看 比如说你晚上如果9点10点打 这个电话还有人接 那肯定这个工作信就是有问题的 现在骗子也知道租房市场比较差 很多房东急着把房子租掉 所以越是在这样的时间 越要额外的小心 因为你一旦被这些坏租客搬进来 疫情期间你又赶不走 那很有可能你要让他免费住上很久 好了 这个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在多伦多地区 有房屋买卖租的需求 欢迎和我联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